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那么今天一开始 还是要先跟所有朋友说 那么感谢 对我们生计宝典的支持 昨天非常非常的热烈 也是我们最近 最热烈的一个情况 所以人一定要等到 最后 我真的必须要问各位一件事 你一定要等到最后的关头 才跑过来一起讲讲看 我实在是真的服了各位 那么这几天当中有很多说 老师我听你讲生计 整整讲了两年 老师我从去年四月份 有高端的时候 就开始听你讲生计 老师我从去年一月份 有恒大就听你讲生计 好了你一定要等到这个时候 才赶快来充实知识 那我认为这个地方 那么为时也不算晚 所以先感谢大家 这么热烈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次是真的 我先跟各位讲一件事 这次是真的 那么下次还要再版 第一个要等很久 第二个我一定要 非常大的数量 因为这每次一印下去 就是几千份 所以你不能说叫我们公司 为了你特别去磕一份出来 我想大家应该对出版这件事情 应该了解的 所以我今天因为节目 会播到礼拜天 如果你打来的时候 真的已经没有了 那我就跟你讲说 你还有个小小的神秘礼物 你还有个小小的神秘礼物 好不好 我想这样的最公平的一个模式了 所以我直接这么跟各位讲 按照我的估计 清明节是连续四天的假期 清明节不用一天两天 我相信这后面的情况 可能就已经剩下我自己 在台面上这一本 这本总不能给你吧 你下次来的话 我就知道 硬硬黑白的 看不看得懂就看你自己了 好不好 那这个是绝对没有了 这个是绝对没有了 我就直接这么跟各位报告 所以我常常讲一件事 如果看到好的东西 看到好的股票 看到好的转折 要赶快做决定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可以说是第一季结束 第二季重新的开始 一月到三月叫第一季 那我想问各位一件事最简单的 第一季你到底有没有赚钱 把你手上的股票拿出来 没卖出的也要计算它的损益 那一季下来到底你也没有赚 我认为这样的幅度 还算是太小 你最好半个月算一次 你最好大概半个月是最好 那一个月一个月算的话 你要算三次 半个月要算六次了 如果你用半个月半个月去算的时候 我相信你可能会发现说 做台积电没有赚钱了 做联电没有赚钱了 做2327的国具没有赚钱了 甚至有人说 老师还好咧碰到你怎样 那个拉上来的时候 应该是他吧 拉上来之后叫我卖出去一点点 我还赚四块 但是如果你从这三个月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怎么会没有赚钱了 我是不是这样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股票市场里面 当台积电要休息的时候 那么另外的股票 一定会想办法接上来 不就是这样子吗 而且我是龙头股对龙头股 台积电对高端 如果你说台积电对什么 小小的标股那就不算 标股对标股 标股对标股来讲的话 那是他们自己本身 筹码心态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大型的趋势 对大型的趋势的个股 那么原则上来说的话 台湾的生计的疫苗产业 跟台湾的晶元代工产业 我问各位一件事 你说老师为什么这两个最重要 我问各位一件事就好了 请问一下台湾现在内阁官员 加上总统最常去的几家公司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如果疫苗做不出来 台湾通通没疫苗打 连总统也没疫苗打 现在那个AD打一打 好像大家也不太喜欢 那怎么办 我们永远锁国吗 这下去恐怕连台积电都收不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三月到六月最重要的 那就是疫苗这件事 你没有发现了 不会跌啊 不是不会跌啊 国家市场没有不会跌这三个字 是现在还在持续当中 甚至我认为啊 年报之后下半场开打 为什么要这么跟各位讲一件事 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哦 当年报出来之后 我这边都是跟你讲真话 你要听得进去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史上最强的年报出来了 上市贵史上最强哦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啊 假设有一天啊 黄敬哲考试啊 每次都考六十分啊 这次史上最强考了九十九分啊 或者考了九十分好了 你觉得我下次可能考几分 懂我意思了没有 所以看到史上最强的 你不要特别开心啊 我认为史上最强的话 二零零七年那次金融海啸之前 就是史上最强的获利的情况 因为前一年没办法做生意 隔一年爆出来嘛 那这次完全不一样 这次是别的国家没办法做生意的时候 台湾防疫成功 台湾能够做出来嘛 但是现在别的国家在打疫苗啊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别的国家打了疫苗都能够做生意 反而是我们没有打不能做生意的话 事情就大调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 我跟各位讲说 这个所谓公布出来这个 上市贵去年创史上新高啊 然后呢注意哦 台湾投资人看望前景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啊 这像是台湾的投资人 看望前景的情况吗 台积电到目前为止 还是过不了高点 甚至呢 有人说老师台积电今天大涨 600块的股票涨 15块叫做大涨 第一个 600块的股票涨 15块叫大涨 那我还真的服了你了 第二个台积电涨15块 指数涨140点 哇 那表示怎样 台积电一点等于10 一块等于10点嘛 表示大盘还跌10点 所以各位啊 台积电这样叫做大涨 红海这样叫大涨吗 各位啊 红准这样叫大涨吗 所以我这么讲说 各位啊 接下来还看到这个新闻 我看了之后觉得 请大家要留意啊 最近都没有人在跟你提年报这个情况 那么台湾投资人看望前景 我常常讲说各位啊 股票市场常常是这样 这跟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东西哦 如果你真的没有拿到宝典 这跟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东西 让你怎么去看懂台积电 让你怎么去看懂红海 注意哦 别人都跟你讲说 让你怎么去看懂妖骨 我说看妖骨哦 早晚有一天你会变成妖精啊 听我这句话 看妖骨早晚有一天会变成妖精啊 那么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啊 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呢 这个是让各位能够看得懂 什么叫做台积电 什么叫做红海 到底全职股包含国具华兴科 听清楚哦 我现在给你点名了 如果你有台积电 有连电 有世界先进 一个一个念给你听了 红海 红海家族 包含广宇乙胜 包含被动元件 是华兴科国具 你看 那么信仓电 甚至各位看到了 什么力敦这些的 请你一定要想办法拿过来看 我想今天呢 另外一个礼物啊 心意分享 那台湾投资人看望前景 你之前不是最看望的就是这个 最看望这两 被动元件今年一定要有 台积电绝对不能没油 学生也要油 菜篮竹也要油 那么领骨也要油 买不起一张的买半张 这是看望吗 那看望真的是好事吗 我想我这个部分 一定要先跟各位来做一个提醒 很少人像我这样直接跟你讲 我还是这么讲一句话 台积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 想要挑战这个高度啊 你有没有觉得 把均线看一看 你大概就知道时间了 现在在65天线 那换句话说什么 半年跑不掉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跟你讲这个情况 股票市场真的是 你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吗 接下来台积电创新高之后 今天轮到谁来拉回 台湾的老大叫做台积电 老二叫什么名字啊 叫鸿海啊 你怎么没有看到说这一页里面台积电连电什么东西一起涨的 你没发现它都在轮流吗 轮流什么意思啊 老大不会动了换老二 老二不会动换老三 老四老五对不对 今天换到老五是不是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你要知道说真的要喊冲 那叫做冲 那么有的时候叫做假冲 假突破 你看到没有老师 你说老师这样图怎样 变长了 我昨天只有画这样弯下来 今天画的比较长 昨天画到这里哦 你去看录影带 我没时间跟你讲 昨天画到这里 已经在告诉你 请你注意一下下 大盘呢 过高啊 会有点拉回的情况 有没有啊 这个不是一个长红棒 我看你的老师高兴得不得了 哇 现在站上什么 一万六千六百点 比以前更高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啊 瞬间高点是一样的 没什么意义啊 各位啊 你没看到 前面这里有没有比这里高 有没有 这里有比这里高吧 那我理 那天谁带动的 二三零三 你那天去买这支股票的话 变成怎样 假突破 二月二十四号 你那天去买这支股票的时候 变成什么 假突破 二月二十四号 对不对 那这里有 请问各位啊 这里比较矮 对不对 那天你买台积电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正确的形状在这里啊 股票市场里面 有些事情 你一定要想清楚 所以我说过 现在呢 我认为啦 因为我这个节目 不是在那边跟你讲说 我今天标完之后 明天不好意思讲 股票市开高手机 跌停板你家的事 我不是这种节目 我是在跟各位讲说 换股定输赢 成功的换股啊 制造不断的财富啊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如果你在那边六百七十九块 我七十九块不要算啦 算你六百就好了 去换那个什么 换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当时一百零三块嘛 你一张换六张啊 后来高端疫苗涨三倍 你变成十八张 你世界先进把它换掉之后 变成什么 台康生十八张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跟我讲啊 股票市场你一定要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重点啊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你要想到一件事 它在涨 对不对 它在跌 应该这么用全子股 它在涨 它在涨 它在跌 对不对 而不是说 今天它在涨的过程当中 注意哦 我现在要跟你讲第二个循环哦 它在涨的过程当中呢 那没关系 第一我比较晚一点涨上去 比较晚一点跌下来 我比较晚一点涨上去 比较晚一点跌下来 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你要选择一条跟它完全不一样的船 它在涨它完全在跌 或者它在涨它完全在盘整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循环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敲敲板的效应 不是A船跟B船 我直接换了一条船就对了 而你现在等于说怎样 现在很多人叫你做电子股的 什么大小型电子股 我不要点名啊 点名的话不好意思 大家也是要做生意哦 大家也想过个好的清明节啊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这是什么 假设这是经济 这是头等舱啊 你把它换到什么 换到经济舱啊 然后呢 再换到后排的座位 你只是在换这件事情而已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为什么我一直拿这张表给你看 台积电部长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人家只要六 怎样怎样 这个什么 六四五七 六五四七高端长上去 那都是真的啊 知道没有 欢迎各位 联报后下半场开打 因为是台积电 所以这个行情里面 维持住高档震荡 稍微偏弱 我等一下还会告诉你 稍微偏弱的理由 所以呢 你要避开那个 稍微偏弱的部分 去寻找转强的部分 第二季还是跟各位讲 请你注意一下下 随时随地 我认为一个礼拜之内 电子股有的时候强三四天 我也直接告诉你 一个礼拜之内 等到电子股突然之间 有什么闪失的时候 这就是你最好的救生艇 所以我说过 现在呢 我也没办法 你现在跟我讲 我也没办法了啦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赶快取得 那么今天欢迎各位 想办法 抓到最后一次的生计宝典 过完清明节 这一行制 最后一行 绝版倒数即使也看不到了 因为是真的绝版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 拨通三线 黄静泽希望你支持我 我们一起来挺进台股 支持神经 运达头顾 恭喜黄老师会员 高端台康生 台药大丰收 许乐分享价68 邀您一起来 许乐分享价68 邀您一起来 书博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计算机加科技 生计算机加科技专家 科技一家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学习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 刷三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车费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 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揭入车辆中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台股的后半场开打 假如你前半场没跟上指挥官家族了 后半场一定要跟上来 千万不要去跟那个前半场 末端的那些 你不要说套了一堆台积电 现在去买几支标股 看看补不补的回来 到时台积电跑不了 标股真的回党的时候 你也跑不了 我现在话跟你说在前面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 电子股换电子股 只是经济舱换头等舱 第一节车厢换到后面那节车厢的问题 那个失速列车 那个僵尸还是会追过来 我现在就直接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说后半场开打 那么第一个叫史上最强 看到史上最强的时候 其实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说非常麻烦呢 各位来看一下 台积电去年赚多少 19.97元 那你今年一定要超过去年 而且还超过很多 股价才能够再上涨 对不对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留意这个情况 今年的电子股 有很多一公布出来的时候 哇都大赚 都大赚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觉 像这个公布也是大赚 赚1.52元对他算赢了 是这个吧 5388 5388 是238 2340 有好几 1598吧 1597 那个带宇 那个各位看到没有 基本上他都是赢 结果弄了半天 股价今天还是翻黑的 这个最明显 523 523好了 各位看到没有 一直忘记号码了 注意一下下 快放假了 就是这样子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请大家留意 因为他有一个去年 比较激起的问题 所以2007年之前 那么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2007年也是说 哇经济成长率多少 9% 因为前一年干嘛 前一年金融海啸掉到地上去了 结果隔一年9% 结果隔一年 9%之后呢 那就真的趴了 那就这么跟各位讲 那后来金融海啸嘛 你应该知道嘛 所以注意一下下 史上最强的时候 接下来你要再比这个更强 为什么电子股今天 喊这么大的利多 电子股今天很大利多 美国纳斯达克电子股大涨 加上什么 上市贵去年2.4兆 加上投资人 把九成的人看好 九成的人看好 九成里面的九成都是电子股 都是电子股看好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为什么我反过头来说 请你注意一下下 反而你要去注意到说 来我们去看6589台康生 那么台康生记得家说 今年还是没赚钱 可是他今年营收至少20亿 你有没有想过他股本是多少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成本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做药成本很低 做药跟做吃的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各位今年他EPS会是多少 你回去想想看 他今年又可以帮你做疫苗 又可以帮你做CDMO代工 帮日本人做CDMO代工 还有包含了他的一个所谓的 那么EG12014的乳癌新药 可以拿到授权金 他可以赚多少钱 他以前是赔钱的 对啊你要找这种股票 以前是赔钱的 后来变赚钱 对不对 同样的 为什么今年有很多电子股标起来 因为以前都是赔钱啊 只有去年是赚钱的啊 为什么去年赚钱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吵起来 中国大陆切断嘛 人家就乖乖的来给你台湾人买嘛 这什么就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吗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刚好台湾也 刚好有很健康的功能 所以台湾可以继续做下去 别的公司都 你看现在法国还在封城啊 但是你不能说他能做 就让他做到昏倒啊 你看台积电你看联电 你看那个利基电 全部都给你做下去 你想办法给我挤出产能 我只能指引2%到3% 我问你2%到3%的话 下个月台积电要成长多少 后半年台积电要成长多少 明年台积电要成长多少 今年已经轻到满载了 我已经告诉你台积电 联电轻到会跳电了 如果你家的工厂 你开过工厂你知道 假如你家的工厂已经全员开 产能全部开出 功能全部加班 做到跳电 你还能做吗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股票市场你一定要想清楚一点点 还有人说 台湾现在还是很棒 我说不对 台积电它占太多了 那么其实英戴尔 现在是台积电的三分之一而已 以前英戴尔是台积电的两倍 你说老师 英戴尔打不赢台积电 你是现在讲 两年前谁讲台积电可以打赢英戴尔 两年以前谁讲台积电可以打赢英戴尔 没有人 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讲说 英戴尔一定打不赢台积电 美国呢 我们台湾呢 你想清楚就好了 说一句话 说两倍最后给他音识 是不是这样吗 讲笑话是这样 各位注意一下下 股票市场看到有很多好消息 看到媒体跟你讲好消息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说 他这个好消息 对现在整体的行情上面 那么到底是好或是坏 所以我说过 今天台积电也好 那么今天我说过台积电也好 那么包含你的什么 国具啊 联发科 国具啊 那个华 华星科啊 联发科啊 联电啊 世界先进啊 这些全职股 我只解全职股啊 那些什么小型股让那些怪怪的人去解 我只解全职股 你如果有这种所谓的台积电 来 各位看到没有 这已经在告诉你某些答案了 你知道吗 这几天有人打电话来问洪海 还好有我救了他们 问广宇 还好我有救了他们 我说上影线你就赶快卖 为什么 因为下一个下一个目标是他 你今天台积电已经卖那么多了 外资一定是轮流轮流一直往下卖嘛 那怎么卖 你要我讲那么白吗 你要我讲那么白吗 他外资不会往下直接K下去卖 他一定跟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怎么卖的 他拉到高高来卖 同样的 联电怎么卖的 拉到高高来卖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你有这些股票的 注意哦 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至少他跌下来会有资深会反弹嘛 反弹你应该怎么去加码 我这里面有写 所以说回馈分享 你是全职股的 你来看这个答案好不好 那其他的朋友 记得升级保典 真的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我今天也不跟你推股票了 我只跟各位讲说 知识永远是最重要的 不要等到说下次 我不要讲太快好不好 我今天讲说 叫你赶快一定要来 好像说一定要跟你抢业机一样 我没什么意义 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不重要 万一发生的时间是在五月 你需不需要 万一发生的时间是在十月 你需不需要 万一发生的时间就像一样 是发生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 万一发生的时间是在前年五月份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 你前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已经写好了 你这个时候拿到的人 你现在是笑的嘴巴合不拢 笑的嘴巴合不拢 各位 我要走到路上每个人都在说 老师你这些高端比较厉害 我说怎么是我的股票厉害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要观察国际上的局势 因为我们台湾派拿不到疫苗 完成签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因为辉瑞现在最好 BNT更不用讲 BNT 我觉得这样子讲就是说 反正是目前国际上的意愿没那么高 所以完成签约可能性越来越小 大家反而对高端信心比较大 对我们国产疫苗信心比较大 国产疫苗谁做的 知识先准备好 随时随地一旦要上来的时候 就是你的好不好 就是你的好不好 而且这绝对是正确的基本面 因为接下来你就准备 全台湾要订上千万支的疫苗 这件事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打在身上都会痛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啊 我的节目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的节目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什么厉害 别的老师都好厉害 哇 我这个三层堆叠的敌论 我说口罩啊 口罩啊 后来你的老师看是不是在讲 我们的口罩的不支部 多好谈呢 什么三层堆叠的力量 三层堆叠还不敌我一个口罩 三层堆叠还不敌我一个疫苗 是吗 我的节目没什么名人 他们的节目都是 哇 我从哪里内线 什么内线 我说没有啊 没有什么内线 电子股啊 一点点就好了 涨停就好了 OK 就不要讲了 我现在我不太想讲这个 我还是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真的必须要这么形容 谢谢大家 那今天假如真的没有 那你就拿一份心意 那假如你有这些全职股的 有一些全职股的 你赶快来找我 我想我直接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 全职股你要小心一个一个 轮流轮流的 都会出现一个 比较套劳性质的现象 那哪些个股可以加码反弹 我都会在今天的 特别的里面 跟各位来做 心意上的分享 那也欢迎所有朋友 清明节即将绝版了 那么我们的 生地支付宝典 是我这一次送给投资人 还有送给我们投资界里面 最大最大的一个礼物 没有投顾老师愿意下去 做研究的真功夫 去研究 没有人研究的东西 唯一的人就是我本人 我希望在我身上 你可以看到投顾真正善良 而且真正努力的风气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得到 生地支付宝典 最后机会了 那么等您电话 让你成为我们 指挥官家族里面 至少在知识上相通的一员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顾 恭喜黄老师会员 高端台康生 台药大丰收 许悦分享架 68-10-1起来 许悦分享架 68-10-1起来 书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勤勇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掌停掌停 再掌停 运达投顾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拌务力 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市场为一 生计一家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02-2781-0959 2781-0909 420-2881-0909 超越市场为一项 220-3030 420-346 小暗门 达投页